今天我要带您来看彰化 陆港天后宫出现了堪称全台最贵的光明灯 一盏要50万 据说这盏光明灯还不是人人能点 究竟谁却凭中学 50万很多人一年的薪水 陆港天后宫这盏财运亨通抖手 就要这个价位 点灯的人是在台中开设环保科技公司的老板 年纪40岁 去年点同一盏灯花了35万 一整年赚了不少钱 今年续点自己说要再加码到50万 成了全台最贵的光明灯 贵的原因在于抖手的位置 就摆在最靠近妈祖的右前方 上面除了有令牌符咒 还有一颗灯泡照亮一个金元宝 象征财运亨通 整间庙就只有一盏 以50万来当个母数的话 当然有可能好几倍的收入 当然是值得 一般民众不会花这个钱 但如果是企业家 能够赚进十几倍甚至好几百倍 当然就宁可信其有 庙方人员说 今年元旦四天廉价 涌入了一万多人点灯 除了抖手被预定 另外8800元的财运亨通抖 也通通都被登记完毕 天后宫内十万多盏灯 寺庙最光明 因为基本600元起跳 每年年初的点灯旺季 就能够带入6000多万金帐 特别新闻 陈志宗 江华报道